贝蒂·葛哈特还是孩子的时候 父母带他去看马戏表演 于是他迷上了空中飞人 葛哈特一直是一名运动员 他八岁开始滑冰 数十年来一直参加职业巡回赛 丈夫去世后为了摆脱悲伤 贝蒂尝试做一名空中飞人 做空中飞人只会让你的大脑思考你在做什么 而不是你在哪里 失去曾经拥有的让我感到难过 但我正在做的事情很有意思 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有点超出我的所能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可以在晚上睡个安稳的觉 感受不到悲伤的痛苦 九年前在他的生日那天 葛哈特的朋友送给他一张优惠券 于是他去空中飞人高中免费上了一课 我很害怕 当然每个人都害怕 这很正常 因为这超出了你的舒适区 但这种感觉妙不可言 作为贝蒂的首刃教练 大夫埃尔斯说 他很担心葛哈特会摔倒 这是一项安全的运动 但对年长女性来说 她们可能会摔倒 导致臀部骨折 然后再摔倒 所以一开始的重点 就是确保她不会受伤 由于她的运动员背景 自我克制力以及耐心 葛哈特在这个新项目中表现出色 八年后 她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空中飞人女性表演者 并被载入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权 我希望人们看到我的时候会说 嗯 她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 你知道 我的身体一直很好 但如果她可以做到 那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葛哈特认为 任何人想要取得成就 就需要保持信念并不断进取 总而言之 她认为经历过失败并坚持不断尝试的人 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看看葛哈特 你就知道这不是说说而已 美国之音达罗特 加州圣迭哥报道